回到新闻现场来关心双美疫情升温成为全台重灾区 民进党籍新北市议员张志豪昨晚在脸书紧急宣布 他的办公室助理同住家人经过通报确诊 团队所有成员都要立刻进行自主健康管理 而台北市议员刘耀仁他在万华省区的助理也传出了快筛阳性 让台北市议会在今晚6点紧急进行全面消毒 而且议事从即日起到6月8号都暂停 另外在万华区的市议员和助理们更是不敢大意 立刻安排裁剪 新北市议员张志豪服务处全面大消毒 因为他的法案助理有家人确诊 等待裁剪结果前整个办公室自主健康管理 健康状况是正常 那么主要是他的家人还是在发烧状态 然后经过协助去筛检之后 看他是否确诊 服务处随即贴出公告 为了防疫暂停服务 左邻右舍得知消息 拉下铁门暂时休息 左邻右舍全部都休息了 对对对 但会担心 应该要休个四五天吧 一桥之隔的台北市也传出议员刘耀仁 地方助理快筛阳性 台北市议会紧急展开全面清销 台北市议会门口贴出公告 除了议员以及特定人士之外 都禁止进入 而议会呢 即日期到六月八日也都挺会顺言 尤其留药人助理所在的服务处 就在万华区 据了解可能是母亲节行程跑得亲 而遭到感染 万华区八位市议员与助理们不敢大意 他跑的那个行程是刚好比较敏感的 然后他他所住的那个里 这个确诊人数也比较多 我认为他有必要去检查 一日起大家都在家自主管理14天 万华茶医馆的确诊消息之后 礼拜四我就把服务处的门拉下来 双倍疫情升温 影响范围还未可知 只能靠自主防疫防止感染可能再扩大 继续转流卫城新北台北 综合报道